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雪州则是新增132起病例 几打有17起 霹雳有9起 截至目前 还有95人在江湖病房接受治疗 当中的29人需要呼吸辅助器 国防部高级部长达多斯里斯曼萨比表示 雪龙地区有主个感染群和职场有关 有鉴于此 国家安全理事会议决 从本月22号起 公共机构和私人领域的管理层 必须居家办公 直到有条件行管令结束 而需要回到公司上班的员工 则强制进行试子检测 费用由社线机构承担 所以 hari ini kita memutuskan mesyuarat memutuskan untuk memutuskan rantaian COVID-19 di kawasan PKPB ini kita mengurangkan pergerakan pekerja difahamkan dengan keputusan ini 1 juta pekerja dapat dikurangkan difahamkan 800,000 pekerja sektor industri dari wilayah Persekutuan Kuala Lumpur, Putrajaya, Labuan, Selangor dan Sabah akan terlibat dengan keputusan yang kita buat hari ini 800,000 manakala yang melibatkan penjawat awam di kawasan tersebut adalah seramai 2 hampir lebih kurang 200,000 berarti 1 juta Ismail Azabi指出 这是一项指示 雇主受罪 发函指示 涉及的员工居家工作 而国际贸工部 将会尽快公布相关细节 包括可以继续工作的领域 和需要居家工作者 至于这项指令 将在何时结束 Ismail Azabi表示 这取决于 有条件行动管制令的结束日 他说 政府不知道 目前落实 有条件行动管制令的地区 是否未加强管制或解封 因此人民受罪 遵守规则 才能阻断感染链 重获自由 另一方面 警方在昨天 一共逮捕了 460名 违反附属式行动管制令的人士 其中有20人被扣留 另外440人 接获罚单 若实有条件行动管制令的地区 是否会升级为加强行动管制令 被受人民关注 对此国防部高级部长 Datoseli Ismail Azabi表示 这个决定完全取决于当地人民的态度 但一共逮捕了 但一共选择 但一共选择 马六甲将会落实加强行管令 对此 Ismail Azabi 做出否认 他强调 如果政府没有做出官方宣布 那就是假新闻 教育部宣布 实施有条件行管令地区的所有学府将会关闭 而疫情红区的学校 只有出现社区感染和确诊病例的情况下 才会下令关闭 另外霹雳州今天再有一所学校受到疫情影响 即日起关闭一个星期 教育部长毛马拉记表示 该部是根据卫生部的风险评估和建议 做出关闭学校的决定 然而 有些疫情红区是发生在特定和受控的区域 则不会采取停课措施 只有在出现社区感染和确诊病例的情况 才会被勒令关闭 另外霹雳州几年角头的拉查洛诺拉西国民中学 因为受到疫情影响 即日起被勒令关闭7天 直到本月27号才会恢复上课 这段期间 卫生部将会派员进行消毒工作 这也是该州第五所因为疫情影响 而被勒令关闭的学府 早前教育部宣布 学校教学措施后 向媒体这么表示 他解释 至于那些正在居家学习 却面对着网络 以及线上设备不足的学生 校方将会为他们提供学习模块 以及有关的设施 截至今天 全国共有2601所学校 因为第三波疫情崛起而暂时关闭 涉及的学生有167万人 我国第三波疫情的来袭 给民众的生活再次带来冲击 国家银行指出 虽然延期还贷的期限已经结束 不过接待着如果日后财务状况有变 依然可以在2020年到2021年 向银行申请针对性的还贷援助 国家银行在文告中指出 还贷援助会继续提供给 各个收入群体的借贷者 并会对B40群体 微型企业及受行动管制令影响的借贷者 给予特别考量 国家银行呼吁受影响的借贷者 向各自的银行申请还贷援助 如果有关的银行 位于有条件或加强行管令地区 可以通过网站 电话或是电邮联系相关银行 国家银行目前已经接获 64万个还贷援助申请 其中有98%的申请已经获得批准 截至本月9号 40%获得延长还贷 另外的60%则获准减轻 每月供期款额 如佛新山马西巴沙 以及沙巴市集 在关闭一个星期后 终于获准在本月18号重开 尽管如此 巴沙内的运作还要得遵守 严格的标准作业程序 保障人们的健康安全 马西巴沙和沙巴市集 目前已经恢复营业两天 但是基于疫情还不稳定的因素 摊贩们暂时都不敢进货太多 另外也有部分摊贩 鼓励顾客以手机应用程式预定的方式 以降低本身因为存货太多 造成亏损的风险 在过去的一个星期 巴西古当市政局为了预防疫情扩散 宣布从本月12号开始 关闭有关巴沙和市集7天 以进行消毒工作 水中水户管理公司宣布 截至下午3点 55%的地区已经全面恢复水工 马六甲一名老蜂 涉嫌在今年10月性亲邻居的5岁女童 今天被带到法庭面控 不过被告否认有罪 详情稍后继续 陪你看书的移动图书馆 好书共享的Books on the move 别具一格的阅读咖啡馆 生动有趣的阅读工作室 推行工艺的秋节街头书房 携手共建大马书香社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雪龙一带大治水 至少120万个用户受到影响 民众叫呼连天 雪州水务管理公司 今天为部分的民众捎来好消息 宣布截至今天下午3点 有55%的地区已经全面恢复水工 雪州水务管理公司表示 其他的地区正在逐步恢复水工 各区的水工恢复进度 分别是刮拉雪兰娥 97% 乌鲁雪兰娥 88% 巴达林 70% 以及额麦 52% 该公司呼吁民众谨慎用水 以确保其他受影响的地区 能够按时恢复水工 即便恢复水工 也应该等到自来水变清澈才使用 治水期间 雪州水务管理公司 也出动了水槽车到受影响地区派水 不过有不少民众表示 他们住的地区并没有出现水槽车的行踪 治水也导致不少商家受到影响 受访的商家纷纷大吐苦水 受访的居民也说 治水问题不应该重复发生 尤其是在有条件行管令期间 他们希望有关当局可以妥善处理水工问题 雪州水务管理公司表示 他们会通过社交媒体发布最新消息 用户可以浏览该公司的社交媒体 官方账号查询详情 也可以通过ISLangro的手机应用程序 查阅更多的进展 针对水龙地区水源污染的事件 警方已经援引刑事罪开灯调查 雪州总警长德德罗阿桑透露 有关调查目前还在初步的阶段 因为警方需要等待水源样本的化验报告 才能鉴定污染的原因和地点 德罗阿桑指出 这个程序相当耗时 需要相关方面的专家和科学见证 警方正在通过雪州水务管理公司 和环境局的协助进行鉴定工作 目前警方援引刑事法典第430 恶意损坏水力工程或非法饮水条文 展开调查 在这个条文下的嫌犯 如果罪名成立 可以被判处最高监禁5年 或罚款或两者见识 巫统和一党领袖发表联合声明 同意向社团注册局 提出注册全民共识的申请 全民共识总秘书 也就是丹斯利安罗穆萨和达斗达基优定 发表联合文告 指全民共识领袖共同一决 致力继续合作与巩固两党团结 为第15届全国大选做好准备 文告也补充 原定在昨晚召开的全民共识谈判委员会会议 因为雪龙和布城实施有条件行管令 因此被迫斩言 我国的政治陷入没完没了的动荡 令人大感不安 雪州苏丹苏丹沙拉夫定对此感到难过 并认为人民对政客的争权夺利 已经开始感到厌倦和厌烦 殿下通过金鸯秘书达斗马马姆六 发文告指出 大多数的政治人物看起来都毫不在乎 和关心人民在疫情下所面对的问题和困境 尤其是恶劣的经济局面 造成人民的收入大受影响 殿下同时也全力支持国家元首苏达多拉 在本月16号发表促进子民 尤其是政治人物反省 不要让国家再陷入政治动荡的预令 殿下促进政治人物秉持负责任的心态 强调人民所面对的日常难题应该优先得到解决 因此殿下希望国内朝野政治人物 可以放下各自党派的起见 帮助人民和国家跨越这场疫情带来的冲击 并且重振国家经济 早前公共服务委員会主席 Dansri Zainah Rahim指出 我国的公共服务领域 有超过3万个公务员只为空缺 当局会按照政府部门和机构的需求 招聘公务员 目前这些空缺已经开放给民众申请 他今天早上接受本台的访谈节目 早安马来西亚的访问时这么表示 他说前朝政府在去年落实了 为期三年的公务员人数控制措施 以便减少国家的财务负担 Zainah Rahim指出 通过这个月初推出的公共服务委员会 只为应聘注册系统SPA9 有关当局可以更加快速地查核申请者的资料 以及为申请者安排更加合适的工作岗位 马六甲一名72岁的老翁 涉嫌在今年10月性侵邻居的5岁女童 甚至恐吓女童的监护人不能将事件说出去 否则将会伤害受害者的家人 今天这名老翁被带到法庭面对两项控状 不过他否认有罪 法官允许被告以5000令吉保外候审 并且责定案件在11月18号过堂 被告摩马哈六面对两项控状 第一项控状 指被告在10月13号 在丹荣吉林性侵一名无异女童 触犯2017年性侵儿童法令 一旦罪成 可被判坐牢20年和鞭斥 第二项控状 被告涉嫌在10月7号 警告女童的70岁监护人 如果敢将事情告知他人 将伤害他和家人 因此触犯刑事法典第506条文 刑事恐吓 可被判坐牢7年或罚款或两者监视 被告律师以被告收入不稳定 加上被告年事已高 不会逃跑 恳请法官让被告保释 最终法官批准被告保外候审 同时预令被告在这期间不准骚扰受害者 四名男子在上个星期五 因为妨碍警方执法而遭到警方逮捕 今天被押往市林河推示庭面控 不过被告表示不明白国语 向法庭要求发议员出庭协助他们 因此法官只好展言审讯 则日过堂 四名被告分别是41岁的Vidjan Dren 32岁的Pani Selvan 28岁的Sivakumar 以及25岁的Durah Raj 根据控状 他们是在上个星期五 不配合警员Muama Sharul Azwan的指令 拒绝出示身份证和停止制造骚乱 尽管警员多次口读警告 被告依然拒绝合作 故意妨碍警方执法 而抵触了刑事法典第186条文 控状也指出 其中一名被告 因为对有关的警员使用暴力 推撞警员的身体 以及强行拉开警员制服背心的拉链 而抵触了刑事法典第353条文 被加控一条罪状 四名被告如果罪名成立 将被判处监禁两年或罚款1万令吉或两者监视 推示官Luruhidaya-Xyo宣读控状后 四名被告的代表律师向推示表示 被告不明白国语 推示唯有把案件展颜 并且请到大米尔语翻译员后 也就是这个月26号才过堂 推示也允许全部被告 以3000令吉和一名担保人保外候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虽然无线网对现代人来说已经是生活的一部分 不过对原住民而言却是非常新鲜的事 新闻结束前一起到厄瓜多尔看看当地的原住民 如何通过无线网与外界接触 我是戴靖航 感谢收看这一节的华语新闻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